9月1号起 南京地铁将正式开始全线安检 气球 超量的白酒 活情宠物等不得入内 不过昨天 一些网站和新闻客户端转载的一条题为 南京地铁9月1号起全线安检 名牌包免过安检仪的消息 引发了不少网友和市民的质疑 对此 南京地铁解释称 网络上存在误读 名牌包免过安检仪并不是说免检 而是不强制一定要通过安检仪 可以采取开包检查的方式进行人工安检 市民如果怕弄脏了名贵包包的 可以向工作人员提出开包检查 但是安检逢包必查的原则是不变的 目前 南京地铁部门已经增加了209台安检设备 配备了2000多名安检人员 确保安检的顺利通畅